主席 还有我最亲爱的竞选总部的委员委员 罗基委员 还有刚才最认真我们的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曾俊峰总干事 他也是前花莲县党部的主委 那在座还有现任的花莲县党部的主委 沿线中也是竞选总部的执行总干事 在座所有现任的议员 包括张世财议员 还有即将要成为新议员的我们台上 所有的荣耀花莲的队员 竞选干部 还有所有的支持者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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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美丽的花莲 首先要告诉大家要非常感谢主席 大家知道全国都在打选举 我们台湾的西部 六都直辖市 主席还没有跑完喔 但是他先来花莲 非常的支持花莲 给主席 掌声鼓励 感谢主席 这代表花莲的重要 花莲今年不一样 花莲我们正在打一场 历史性的选战 因为即将要产生历史性的结果 花莲今年不一样 大家都会讲说 花莲很艰困 我们都知道花莲的艰困众所周知 我也跟主席说 花莲真的非常的艰困 主席也知道 但是 艰困不代表不可能 我总是告诉大家 过去我们曾经在花莲赢过 我们在这里赢过 但的确 我们在这里败过 我们输过 可是我们心中依然有那一把火 我们的理想还在 这一把火叫做民主 花莲要花莲人自己做主 这一把火也叫自由 我们在花莲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要有言论的自由 我们要可以讲 我今年想投谁的自由 我今年 如果有一天跟古拉斯一起照相 合照被人家po在脸书上 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个也就是 21世纪的台湾人最基本的权利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 我们今年必须要打破恐惧 所以在今年我出来参选 我告诉大家 我要重新定义花莲 因为花莲不是台湾的后山 花莲不是大家假日来 游山玩水两天三天而已的地方 花莲是我们生活工作 做旧学 旧医 赚钱 养活下一代的地方 花莲已经是台湾的 守护台湾的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粮食安全的地方 花莲不是后山 因为我们是花莲人 花莲人说花莲不是后山 我们是荣耀的花莲 你们同意吗 同意 花莲需要各式各样的建设 我们要经济的发展 我们要农业的升级 我们要进步的医疗 我们要快速的网路 宽品的建设 我们要可以自由自在 发展运动 音乐 艺文的环境 最重要的是 竟然到现在我还要说 花莲需要稳定充足的水力跟电力 这个是我们要的花莲 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看见的花莲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害怕 就像刚才 陈俊峰总干事所说的 其实大家不知道 在主席确定要征召我之前 主席找我到他的办公室 他聊天他说 花莲非常的艰困 但是我们要加油 我说对 哲希 我知道 大家以为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大家说我是女版的汤姆克尔斯 但是呢 Mission Impossible 过程中 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都会被别人说 不可能 但是最后他都会赢 我们会赢 我们会赢 今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选举 我们走过了每一个乡镇 包包花莲市区 我们看到跟我们握手的人 他的表情不一样 他的眼神不一样 他的眼神不一样 他在今年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选择 我曾经当过国会议员 我曾经在直辖市服务过 在地方政府 我曾经在行政院还有总统府的中央机关服务过 现在非常感谢主席 他让我带着国家 长久以来滋养我的学历 还有行政立法的经历 我即将要回来花莲服务 大家 我会是一个好县长 我会是一个绝对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县长 我会是一个绝对不会倾夺人民财产的县长 我会是一个把花莲还给花莲人的县长 花莲是属于大家的 花莲是属于你们的 你们同不同意 我今天要再次的感谢主席来到花莲 就像我说的 大家都了解 六都还没跑完先来花莲 这背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花莲今年非常重要 我也要非常感谢主任委员不过去 因为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的主任委员整军带队 我们的陆海空战的部署 已经在短短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在花莲打出的成绩 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不是几长 举拇指 就是拍我的肩膀 说加油 我们要你 感谢 感谢我们的总干事 陈锦峰 执行长官司 县长部的主委 严县总 还有感谢所有今天的无名英雄 我知道你们都藏在哪一个座位的角落 我们的竞选总部的竞选团队 更不来挥挥手尖叫一下好不好 你们最清楚 我们的学者上三线 从最北端到最南端 花莲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行政区 四千多百平方公里 全国最大的一个县 最大的一个市 花莲拥有全国最长最长的海岸线 我再做一次 花莲被我们重新定义 它是一个对台湾重要的县份 是一个守护台湾的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还有粮食安全重要的一个县 我们花莲人很重要 我们最后也要特别感谢 现在站在我的背后 这一个非常非常优秀 勇敢的年轻的团队 因为我们当夜间的能力 当我们开车开了150公里 回到我们的基地 彼此看着彼此疲倦的脸 递给对方一条毛巾 递给对方一杯热潮 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打一场 非常不同的选战 我最后一个要感谢的就是花莲人 因为我今年看见了花莲人 值得令人尊敬的勇气 还有骄傲 我们今年勇敢了 再说一次 我们今年要赢 你说的好不好 好 我们今年要赢 你说的好不好 好 荣耀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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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现在在疫情期间 我最后再要讲一个 讲到疫情 徐县长还有副县长 已经联合重复 换位子做了13年 现在他们还要再做4年 13加4 花莲人被隔离太久了 我們不要拾關加四 花蓮人要解隔離 我們要出關了 11月26號我們要出關了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再次的謝謝大家 我們魅力 加油